大家好我是赵岩 今天没啥事 所以我准备去这个河里面 钓点鱼 钓点鱼 然后放到那个山洞下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 现在呢先挖点蚯蚓 钓鱼的这个蚯蚓呢 就需要要这种小的蚯蚓 太大的不行 所以就用这种小一点点的这种 好了这个蚯蚓呢就挖这么多都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去河滩 河滩呢就在我们这个山洞的下面 就前面这座山 山下面呢就是河 今天就在这里吧 来这里钓的鱼 这里看到鱼了 看一下 还可以这里面的小鱼 有大的有小的 是吗 是吗 对 有什么 对 是吗 我就是 有什么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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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地势呢比较低 所以说那个河里面的水呢 就直接渗透过来了 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水坑 面积还不小 我往这先放几条鱼吧 放几条鱼 这里面就有这个就算是有鱼苗了 不放的话这里面估计永远都不会有鱼 所以我就放点鱼放点螃蟹 先给它放在坑里 以后有机会了再收拾这个坑 开始小鱼苗放生 这条 这条也还可以 这条长大了 应该和那条比较好看的 基本上差不多一样 一到这里面就跑了 不过这个水不深 我估计有可能 这个鱼放里面 不知道能不能活 这个螃蟹是没事的 这个鱼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这里有时候还有水鸟 就看这个鱼的生命力了 鱼的生命力了 剩下的全部就到这里面吧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